我告诉你啊 俗话说呀 三伏天吃伏羊 每年这个时候呀 我们当地的老百姓 都会大口的吃羊肉 喝羊汤 那么在家里炖 怎样才能通回肉烂 还不删呢 其实啊 做法非常简单 你只要记住几个关键点 在家就能轻松学会 首先 剁好的羊排 撒入少许盐 加入清水 浸泡个30分钟 这样做呀 可以把排骨里脏东西 给浸泡出来 而且还能初步的去删 重点一 羊肉焯水的时候啊 一定要冷水下锅 这样焯出来的肉啊 才不会发柴 开锅以后 把这个浮沫啊 给撇干净了 然后捞出来清洗干净 煮羊肉的时候啊 你可要记住了 要水开了 再下锅 重点二来了哦 放葱姜和两片白芷 这个白芷呀 有去腥增香的作用 这个时候啊 全程中火 不要盖盖 炖个60分钟 不盖盖呢 是为了在煮汁的过程中啊 这个善味啊 可以更好的散化掉 汤回肉烂以后 再加一勺盐 最后再来一把香菜 就可以出锅开吃了 这样做的羊排 汤清肉香 而且不删 大块吃肉 大口喝汤 简直太过瘾了 你也赶紧收汤 做起来吧